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JN Support,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想和我讨论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会尽量回复 话不多说,今天一样会带来英格兰足球超级年赛,赛事分析 引操第30轮,利物浦主场对阵冰沟场 台湾时间4月9日,晚间11点半开梯 一样来看一下两队广的交锋记录 两队进入场交锋呢 组队利物浦为三胜一败一合 但唯一的一败就是本季与兵工厂主场的赛事 该场兵工厂靠着Martinelli一分钟破门 以及Saka的没开二度 以3比2在主场弃走了利物浦 而两队以历史交手来看 利物浦不论组客场都较有优势 但本季兵工厂有着夺冠的企图心 利物浦在本季的表现未必能和过往一样轻松举胜 何况利物浦进几轮较低迷的状态 乃至积分榜已跌出第五名外 虽然主场的优势依旧存在 但剩下八轮赛事兵工厂有非常强大的区分动力 接着我们看一下组队利物浦的近况 利物浦进五场各项赛事为一胜三败一合 近期状况较为糟糕 尤其在三连败之后 做客本季同属状况不佳的蓝军切尔西 双方大战90分钟仍旧是0比0握手言和 虽然以这结果对两队来说相对是好 起码有一分能拿 但利物浦剩下八轮的赛事 除非至少要赢五到六场才有可能在最终前四的位置 拿到明年的欧冠席次 好消息是近期上面的热刺状况也不佳 而半年在少了卡萨贝罗的情况下 也掉了不少积分 导致近期状况非常好的纽卡索联 也回到了第三的位置 布莱顿以及阿斯顿维拉则是趁虚而入 也爬到了利物浦上面 前四的争夺队伍越来越多 因此利物浦虽然仍有机会往前四拼搏 但难度确实不低 尤其老样子的中场问题仍旧未有最佳解 而目前近期的首发阵容呢 首发中场阵容为Handerson, Elliot, Fabinio 日前在主场痛载慢连就是这个中场组合 但到了客场出赛 这个阵容就莫名的会出现其他的状况 以及传导上极其不稳定 几乎是靠着几名主力前锋 从中场冲到禁区 这对Nenius和Sala来说铁翼消耗过大 而从后面长传准度又不佳 导致利物浦进市场仅一颗进球 虽然都是客场作战 但进攻端表现不佳是不争的事实 这对曼联的7比0后 就没有了像样的进攻 而目前Diago,Basati,Dias,Keta 都在上币名单 连Vendek又受伤 整个上币名单可说是非常精彩 可主场的利物浦有着说不出的诡决魅力 因此这场就单论阵型与实力上 都不可能是利物浦站上风 但他的主场优势确实不容小觑 接着我们看一下客队兵工场的近况 兵工场、进攻场各项赛事 正规90分钟内位三胜两合 自欧把输给里士本运动后 英超连续的两场都4比1去胜 将积分与第二的曼城紧咬在8分差 相信目前不会放过任何一场能够区分的机会 毕竟兵工场本季也只剩下联赛能踢 但利物浦的主场并不好踢 上次两队交手于自家主场的兵工场 也仅一球差取胜 还被进了两颗球 防守端面对当时的利物浦也没有太多的优势 而目前伤兵名单内有富安建阳 萨利巴 以及这个尼克蒂亚 两名后卫商庭给兵工场的后访轮替 带来不少问题 尼克蒂亚作为称职的中场 他的商庭也让中场其他球员必须适时填补漏洞 但相较于利物浦的商品名单来看 可以说是小屋见大屋 毕竟对方中场后卫的轮替人选更少 而相较兵工场的人员不但轮替更多选择 年龄上也比较年轻 唯一在本场比赛的劣势就是客场 但兵工场有必要取分的动力 因此此轮曼城的对手是绑尾的南普敦 相对容易取分 若此时被拉近分叉 之后两队还有一次对决 将会是拉近距离的分水里 在那之前若维持八分叉 是兵工场最安全的夺冠之路 因此这场兵工场仍会尽可能赢下 接着我们来做一下总结 虽然兵工场本季的战机格外亮眼 但两队历史交手战机兵工场数多胜少 且本季也仅以一球差在主场取胜 并非能够轻易取胜的对手 而利物浦虽为豪门球队 但近期状况仍旧持续低迷 本季比赛大多起伏不定 但主场优势较为明显 可目前伤兵过多 尤其中场与后卫的组织串联 与防守都有问题 近四场比赛仅有一颗进球 且没有取胜 主场能否像对战曼联那样强势反弹 仍需打上问号 要往前四的席次来迈进 相对困难重重 需要在接下来轮次上 取得至少六场胜利 兵工场反倒因为积分差距的关系 拥有较高的取胜心力 且目前仅剩下联赛能梯 毕竟提早确定封网 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顾的消息 本场仅就看好兵工场在客场举胜 且依照两队本季的交战记录 双方进球的几率很高 实际预测就是兵工场胜 大小分为全场2.5大 半全场赛国为半场合局 全场兵工场 正确比数为LUPE 1比2 2比3兵工场 今天分析就在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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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